谭松韵出演的十部经典电视剧,娃娃脸只是表象而已 话说谭松韵才是被低估的收视女王 在没有大面积营销,全靠自来水安利的情况下 谭松韵的你比星光美丽,收视率和热度方面居然直接碾压其他同时段剧 自上线以来连续三周未居猫眼聚集有效播放总榜冠军 连续两周酷云全端播放量,点播播放量双榜冠军 甚至7月21日,卫视收视榜夺冠 何止这些,他在去年的表现也相当出色 主演的两部剧让他成为了2023年度作品播放量最高的演员Talk8 其中,向凤儿行为2023年上星都市剧收视率年冠 甚至连默默无闻的归录都摘得了湖南卫视2023剧集收视年冠 真是让那些资源咖热搜咖们汉牙 其实谭松韵都不算流量小花,作品资源也一般 他主演的电视剧几乎没有一部S家 可除了上述小文提到的作品 从现代剧《最好的我们》 以《家人之名》到古装剧《锦衣》之下 都是大热剧大爆剧的存在 尤其是《最好的我们》至今都是校园剧天花板 而且,这位小姐姐可是内娱的清流,极少绯闻 唯一传出的恋情也只有刘浩然了 还是因为角色滤镜 难怪观众缘这么好 谭松韵,1990年出生于四川 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 与张若云、景田等人是同班同学 那提到谭松韵,离不开的就是她的娃娃脸少女感 一个毫无攻击性的林家妹妹 除此之外,治愈的笑容也是很多人对她的第一印象 但你要知道,她的少女感并不是只是依靠原生长相 而是通过对角色的完整诠释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下面我们就结合谭松韵的十部经典作品 来详细剖析一下她的角色诠释能力吧 第一部,甄嬛传 《甄嬛传》在古装剧中的江湖地位都不用我们多说 多少年了,一直熊霸老剧播放榜前三 成了优酷名副其实的养老剧 也正是这部剧不仅捧红了孙力,蒋新,蔡绍芬等知名演员 也让十几位初出茅庐的年轻小花们被大众所熟知 其中就包括谭松韵 2010年,刚大学毕业的谭松韵 在剧中饰演年仅14岁的纯贵人却毫无违和感 也许是因为年纪太小,纯而天真到不安逝世 她最爱的不是争权,也不是皇上的宠爱,而是吃和看热闹 于是在未成宠的三年里,平抱着甄嬛大腿 川儿每天的小日子仍旧过得快快乐乐 直到17岁是寝后,因为没有防人之心 川儿最终成为牺牲品 虽然谭松韵在剧中的戏份并不多 但她大眼睛娃娃脸,天真懵懂 在一众或是温婉,或是端庄,或是盛气凌人 或是虚伪狡诈的妃子中,显得那么清心无害 而且不同于其他演员拍戏前减肥 导演要求谭松韵顿顿酒足饭饱,纵情任性的吃喝 所以,川儿这一角色可以得到那么多观众的喜爱 离不开谭松韵一直吃吃吃的功劳 此后,谭松韵在影视圈里一路高歌猛进 得到了不少同类型的角色 不过大多还是以配角为主 第二部,旋风少女 该剧讲述了一群跆拳道少年少女成长拼搏的友情爱情故事 杨阳,白静婷,吴雷等很多如今的当红小花小生们都有出演 可能大家一直认为最好的我们是谭松韵少女感的巅峰 实际上之前,谭松韵就凭借着松弛又生活化的演技 把旋风少女中气愤不多的少女范小莹 诠释得清新自然,古灵精怪 站在比她小九岁的高中生无垒旁边,毫无违和感 甚至她俩的逗逼CP,力压男女主角成了这部剧中的人气担当 可是为啥她和剧中其他男演员的CP,我也觉得这么好磕呢 而且,这部剧的成绩很不错 开播后,以3%的收视率刷新了湖南卫视青春进行时板块的收视记录 甚至后来还拍了第二季 第三部,最好的我们 这部剧主要讲述了名为耿耿和于怀的两个高中生 因为名字中的巧合而相识 他们在高中三年的时光里,共同经历了成长 经历了分别,最终又重逢的故事 这部剧的成绩非常好 不仅收获了41万豆瓣用户的8.9高分 更是成为了当年的现象级爆款 后来类似风格的校园巨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当然,也让谭松韵刘浩然一举成名 在这部剧里,25岁的谭松韵饰演的少女耿耿 青春洋溢,阳光灿烂 站在18岁的刘浩然身边毫无违和感 随手翻到一个她的演技片段 都能够感受到生命力扑面而来 而且和很多偶像剧的那种梦幻虚无感不一样 她的青春剧总给人一种烟火气 就像你身边的女孩一样有点计时片的味道 但如果你认为耿耿是谭松韵的本色出演 那就大错特错了 因为谭松韵本人从来都不是一个像外表一样 稚气未脱的小女孩 而是非常的成熟稳重 她依靠的一直是真实自然的演技 最好的我们大伙之后 谭松韵又接连出演了好几部像偶剧 但却没什么水花 这也让不少人开始质疑谭松韵的演技和星图 有人说她只是个花瓶 只能演笑原剧 也有人说她缺乏突破 难以摆脱耿耿的影子 但是接下来的这部锦衣之下 又再一次证明了谭松韵的角色塑造能力 该剧根据蓝色诗的同名小说改编 讲述了奸臣当道的明朝家境末年 锦衣为路易奉命调查扬州修和款失踪案 得到六扇门女捕快原金下协助 二人结为甜蜜冤家 却意外卷入重重阴谋的故事 又是一部小成本经典之作 播出前没宣传 没热度没装造 还抠图还是羁押剧 还如此火爆的 真的也就只有锦衣之下了 不仅稳住了谭松韵的口碑 还一举捧红了男主任嘉伦 至今都是内鱼鼓庄界的扛把子 这部剧的剧情很精彩 不拖沓 谭松韵把小捕快原金下眼的活灵活现 即洒脱可爱活泼于一身 和陆大人那种特别的爱 真的太上头了 入坑不亏 来看看谭松韵剧里 被反派要挟成婚时的这段演技 没有一句台词 单从眼神就足以传递出无助 绝望 不屈 和不可置信 四个人的对戏 焦点全是他呀 看到这里 我想大家就会明白 他的演技和共情力能力有多强了 可不仅凭一张娃娃脸啊 第五部 以家人之名 该剧讲述了三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小孩 因为各自的家庭变故 成为了彼此新的家人 兄妹三人在成长中彼此扶持 治愈疗伤的过程 虽然口碑有点高开低走 但也是不影响这部剧 以1.189%的收视率 成为芒果台的收视冠军 在这部剧中 谭松韵饰演的是一个性格坚强 充满正能量的女孩李尖尖 她不再是单纯的校园女神 而是一个有血有肉 经历过坎坷的成年人 谭松韵的表演也更加细腻和深入 特别喜欢看三小无猜 一家五口的戏份 是一部非常温暖 让人感动的剧 每一集都有笑点和泪点 经常是笑着笑着就哭了 哭着哭着又笑出了声 譬如三兄妹天台看流星思念妈妈这段 嘿 妈妈 我在这里 在联想到谭松韵身上的真实经历 在心疼的同时 不免再次肯定她对情绪的把控力 2018年12月31日跨年夜 谭松韵母亲和几个朋友一起外出迎接新年 却不幸发生了车祸 而肇事者却逃逸 也正是因为送医太晚 耽搁了最佳抢救时间 她的母亲在医院救治20多天后 还是不幸离开了 母亲的离世给谭松韵带来了巨大的痛苦 我是受害人黄静唯一的女儿谭松韵 这一年八个月 我天天我都在治愈自己 我每天都很想她 然后去接受我的母亲已经离开人世的这个事情 而以《家人之名》中古灵精怪的李尖尖 正是谭松韵在思念母亲的这一年零八个月中拍摄的 试想一下 如果谭松韵是一个敏感脆弱的人 她一定没有办法完美地呈现出李尖尖应该有的状态 她可能会被现实中自己的悲伤情绪击垮 进而加深李尖尖身上的悲情色彩 索性作为一名优质演员 谭松韵可以很好地进入角色的世界 没有让自己的情绪盖过角色的情绪 所以观众看到的便是那个思念妈妈 却又没有那么悲情的李尖尖 这也就是小文为什么一直强调 谭松韵的角色塑造依靠的一直是真实自然的演技 第六部 锦心似玉 该剧改编自大IP小说《庶女攻略》 讲述了明朝中期永平侯大将军徐令仪和庶女 十一娘先婚后爱 携手成长的励志爱情故事 钟翰良 谭松韵领衔主演 因为原著有着不输知否的人气和底蕴 而且同为宅斗 这部剧一度被看作是知否知否的姊妹剧 拥有很高的期待值 但可惜 由于改编不好 以及制作班底的差异 还是没有做出像正午阳光的知否那样有底蕴的证据 但作为宅斗剧来看的话 也不差 谭松韵还是把罗十一娘的不卑不亢 不服输的性格演绎得淋漓尽致 第七部 请教我总监 该剧讲述了投资公司小助理宁蒙 如何蜕变为独当一念的金牌投资人 以及与他的上司陆静宁之间的爱情故事 林更新 谭松韵主演 谭松韵扮演的宁蒙是当了三年秘书 还要从头找工作的社畜 宁蒙身上那种韧静眼的不错 笑容也很阳光 看起来就很治愈 好像从这部剧开始 谭松韵的角色就逐渐脱离了高中生的束缚 有了亲属女的味道 而且大起大落的哭泣较少 更多的是细节的演绎 那种心动却还要收敛 失落又要假装淡定 很多表情都是转瞬即逝 但是谭松韵把人物理解得很好 那些表情也就能演出来 该剧于2022年4月29日在东方卫视播出 收视率也是高居同时段卫视第一 第八部 向风而行 王凯 谭松韵领衔主演的都市立志剧 讲述了航空客运飞行部副部长顾南婷 和飞行员程骁 共同经历冲击与考验 相符成长的故事 谭松韵饰演的飞行员程骁 极具个性在历练中最终从一名新手成长为四杠机长 谭松韵面相干净 表情自然 没有空洞眼神 几乎让人忽略了她的娃娃脸 感觉她就是一个成熟的职业女性 特别是她和澳洲飞行员吵架那段 周围都是男飞行员 她个子最小 气场却最大 不得不说 谭松韵的演技和角色把控能力都是一如既往的稳定 该剧于2022年12月在央视首播 是2023年央视年度收视总榜第三名 累计全端播放量达17.9亿 位居近一年聚集亚军 成绩非常亮眼 第九步 你比星光美丽 该剧讲述了北漂女孩季星 不甘于压抑内卷的职场生活 辞职走上艰苦创业之路 最终成功拉到投资人寒庭入伙 二人也在事业奋斗中收获爱情的故事 徐凯和谭松韵主演 这部剧的摄影用的镜头应该很贵吧 有很多大光圈的虚化 截图的话 很像人物艺术摄影 把徐凯和谭松韵拍得好帅好美 说实话 故事呢其实有点老套 但架不住网友爱看啊 什么样的偶像剧 都能让谭松韵演出质感来 外加徐凯妥妥的霸总精英范 速感总是能精准踩到女孩子们的心坎上 那这部剧能在这个暑气档开局 就碾压一众压暴剧 也不足为奇了 第十部 蜀锦人家 这是一部带播剧 预计今年下半年播出 该剧讲述了唐代一周幻花染房的 小姐姬莺莺凌微受命 学得家族染色秘方 而后偶遇锦王世家的 树子杨靖兰 坚守蜀锦记忆的传奇故事 谭松韵的演技无庸置疑 小文还是一如既往的打扣 因为是赎锦题材 这部剧要想成功 浮化到不一定要华丽 织物的质感和细节 一定要展现啊 而男主杨靖兰的扮演者郑叶成 可是成龙都夸过的舞升 演戏武打外形无意短板 是内娱公认的古装男神 还有男二 成风泽的扮演者金超 也是属于流量不大 但演技口碑都不错的九龄生 演员班底很满意 还是希望制作方给力啊 那除了上面十部经典剧 谭松韵目前还有一部和红明浩的仙侠剧 《逍遥》正在拍摄中 预计明年播出 看路透 这哪是35岁的女生 妥妥的童颜女神啊 而且出道这么多年 这居然是谭松韵的第一部主演仙侠剧 还蛮让人期待的 好了 有关谭松韵小姐姐的分享 我们今天就告一段了 那你都看过她的哪些剧呢 又最喜欢哪一部呢 评论区聊吧 这里是Wentop10 我们下期见